我心愛的 心愛的 日本有的疼 一個人的戀愛 都是在你傷害 十三歲 初登台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來自新北三重的黃聖廷 有記得耶 那時候我來的時候是幾歲 十三歲 二十六歲 十三 剛開播的時候就來了 對 那時候還有二十分俱樂部 坐在那邊的時候對不對 對 我不知道 我還沒來 那這次怎麼會有機會 又重新回到我們的舞台 這段期間也一直還是很喜歡唱歌 那中間都還是會常常去接一些表演的部分 那因為剛好那時候就是看到那個田正道老師 有在FB上面有PO文 就是詢問說有沒有就是喜歡唱歌會唱歌的人 可以推薦一下 對 那我那時候就是想說自己推薦自己好像不太好意思 所以我就打電話給姐姐說 你趕快去FB幫我留言 推薦我 然後因為姐姐那時候就是只有標一下我的名字 我還特別打回去說 你要寫說老師我要推薦我的妹妹啊 對啊 就寫清楚一點這樣子 對啦 寫真的都要說得清楚 對 對 她這個不用寫寫 對啦 她這個用寫寫就好了 寫寫寫 對 所以田正道老師就看到了 對 就跟梁老師聯絡上了 是 那這段時間你都在做什麼工作 有什麼工作經驗可以跟我們分享嗎 這段期間 因為我現在是在台灣大哥大當電銷人員 就是電話銷售人員 對 那幾乎每天都是大概要打兩三百通電話 對 但因為其實最近現在詐騙電話很盛行 對 那很多客人其實都會擔心啦 那可能就常常會被掛電話這樣子 對 那其實因為我們自己有想到一個撇步 就是因為像現在我們就是會比較帶入時事 可能最近地震很頻繁 那我們可能就是會前面先關心一下客人 然後讓客人也有那種感同身受的感覺 比較有話題這樣子 是 是 是 對 那你要帶來的 你的初生年代的歌曲是什麼 帶來的是《垃圾有的點歌心情》 以林老師的歌 對 這首歌的專輯好像得獎 就是拿到了金曲獎的最佳方言女歌手獎 是 是 是 所以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有沒有可能他唱的歌呢 剛好也是你初生的年代 還是你印象深刻的一個年代 那我們有跟著他們的歌聲回到那個年代 好不好 來 掌聲歡迎 來 掌聲歡迎 讓大家聽我的心想 一言公人跟一言片子 當的亂愛還有什麼在內 好心愛的心愛的 你敢有地痛 一個人的愛 都是在你傷害 好心愛的心愛的 你敢有無事 好心愛的心愛的 你敢有地痛 一個人的愛 一個人的愛 都是在你傷害 好心愛 好心愛的 你敢有無事 照你苦的情歌 仍是唱給你愛聽 好心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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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愛 好心愛